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人的贵军是战斗力最彪悍的 中央军文奇明都会害怕 虽然部队强硬 但是李宗人本身也是非常有手腕能力的一个人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的时候 遇到的最大的对手 除了中央军精锐蒋介石王牌之外 就是李宗人的贵系郎郡 在当时是这样判断国军主力的部队 首先看是不是广西口音 是的话那么肯定是主力部队 李宗人虽身居台湾 但他时时关心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和变化 1905年4月23日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贵义上明确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外国干涉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部要同美国打仗 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讨论和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1955年8月 李宗人在美国公开发表 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人先生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百废巨星 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 皆始无前例 博士日震 真可说 举世瞩目 至于台湾 李宗人说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当飞机飞越缅电上空时 李宗人也意识到撤断形成的危险 显得有些紧张 但当机长告诉大使 已进入到中国国境时 他们非常高兴 20日清晨 飞机飞铃昆明上空 能清楚地看到颠尸了 这时 郭德杰女士激动地跳了起来 丁大使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丁大使告诉李宗人夫妇 国民党特务曾多次计划 在中途拦截他们所成的飞机 但都失败了 当历史定格在1965年7月20日上午11点时 在首都北京机场 一架砖机徐徐停稳 这时闲踢上走 下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就是欺身采拜16年 原国民政府 带总统李宗人先生 关注微信公众号古今智谋 独立史 总智谋 学为我用 李宗人先生在历经沧桑后 终于摆脱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护和美奖特务的跟踪 从美国辗转 从美国辗转欧洲 回到祖国怀抱 他在首都机场受到了周总理 陈义副总理 及他在北京的老朋友 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李宗人即兴赋诗一首 国民党的代总统 多年戎马立封臣 叶洛归根建筑金 雍江叛生一老翁 今日还乡匡大局 当年结贾有真情 徐周会战很有名 台儿装战论英雄 一帮虽好心思汉 祖国繁荣时梦青 心看满堂关盖集 韩宣孝宇回北京 后来李宗人去世后 周翁来在李宗人的遗体旁 茉立了好长时间 然后对大家说 他看了李先生写给主席和他的信 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台儿装 一是回国 他说 李先生的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承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邮箱107000701 爱特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反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下期见